好 下面我们进入第六章的高频考点 第六章是债券股票价值评估 本章高频考点讲解 我们给大家安排五个 第一个债券价值的评估方法 这个比较容易 但是有些细节需要我们关注 那这章的比较重要的一个客观题的考点 是债券估值的影响因素 特别是你债券的到期日 还有你债券的这个折线率 它和这个债券价值之间的这种关系 还有一个复息频率 复息期长短的问题 第三个是债券的期望报酬率 这是针对债券 当然股票我们是讲两个 一个是普通股价值的评估方法 一个是普通股的期望报酬率 大家想理解一下 我们对任何一项资产价值评估 基本上涉及到两块内容 第一块内容是如何评估某一个时点 这项资产的价值 你将债券的价值如何计算 普通股的价值如何计算 这是未来现金流量 按照投资者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折线 折线出它的价值 然后利用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大小关系 我们可以对投资的可行性做出评价 所以第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能够估计出一项资产的价值 如果超过价格 投资就是可行的 否则就是不可行的 那关于价值评估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来计算我投资一项资产的一个期望报酬率 对吧 那期望报酬率呢 它的计算实际上就是预期报酬率 是你以一定的价格购买了这项资产 购买来股票购买来债券 你可以来计算一下 以既定的价格购买这个股票债券以后 你所预期能够得到的报酬率 就叫期望报酬率是多少 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期望报酬率的计算的问题 一旦有了期望报酬率 我们就可以和投资者所要求 必要报酬率来进行对比 那如果期望报酬率大于必要报酬率 投资是可行的 那这两个评价值标准之间的实际上是有内在的这种逻辑关系 所以要认识一下价值评估的两个核心的问题 当然在债券价值评估当中 我会穿插一个客观题比较重要的一个考点 影响债券价值的相关的一些因素 来我们进入第一个高评考点 债券价值的评估方法 全面掌握单选多选计算分析和综合 所谓的价值 任何一项资产的价值 包括股票包括债券 包括我们前面讲到的项目 包括我们将来涉及到的企业价值 都是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那对于债券来讲 它的价值是发行者按照合同规定 从现在至债券到期日所支付的款项的限制 也就是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所以你要注意了 价值评估的时点 是我们所谓的评估基准日 人家可以要求让你来评估任意时点的价值 你比如现在给你一个债券 0 1 2 3 4 5 假定这个时候是发行债券的发行日 这个时点是债券的到期日 你不要认为债券的价值只是这个点的价值 你如果站在这个点来评估债券的价值 那未来现金流量 1 2 3 4 5 折现 当然人家可能要求你评估这个点的价值 那你现在站的这个点就是这个点 那这个点的债券的价值就是未来现金流量 2 3 4 5 也可以让你来评估这个点的价值 让你评估哪个点的价值 你现在就是哪里 你就站在哪里 面向未来去看 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所以让你评估的这个时点 就是我们所谓的评估基准日 当然我们要用未来现金流量折现 得出来就是这项资产的价值 而对于债券价值 我们在选定折现率的时候 一般是采用等风险投资的一个市场利率 所以投资者在投资债券的时候 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 就是以等风险的市场利率来作为标准 这个注意 下边关于债券价值评估 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 那如果债券为一次还本付息 那平时的不发利息 那未来现金流量是自债券的发行日 至债券到期日的全部的利息和面之之和 你这块一定要注意 我们待会会做题目 从题目当中你再来深入的体会这句话 是从债券的发行日至到期日 而不是在你的评估基准日 至到期日的全部的利息与面之之和 那如果是平息债券 就是分期付息 则评估时点站在这个点往后看 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是自评估时点 至债券到期日的利息与面之 这是第一个要非常注意的 那另外特别要注意 我们在进行价值评估的时候 人家让你评估的债券的价值 是包含当期利息的债券的价值 就是含当期的利息呢 还是不包含当期利息的债券的价值 那一般的来说 没有特殊说明债券的价值指的是 不包含当期利息的债券的价值 你比如一过复息期 那让你来评估这个债券的价值 那刚刚支付过本次的利息 然后让你来评估这个点的价值 那你就不要把刚刚支付的本期的利息 把它算进来 那就纯粹的未来 没有拿到的这部分利息的限制 那还要注意 评估时点不一定是现在 刚才已经说了 人家让你评估哪个点 你就站在哪个点 相当于把哪个点当做现在 好 关于这几个提示呢 你看你现在 我给你说了这个提示了 你看你做题的时候 还能不能调到这个现金里面去 来 我们看第一个 关于债券价值评估当中的 报价利率 计息期利率和有效年利率的一个说明 那这个我们在讲第二章高评考点 价值评估基础的时候 曾经给大家讲到过 三种利率之间的一个换算 报价利率 计息期利率和有效年利率 我们当初呢 就给大家提醒过 就是很多同学一开始在学的时候 把当初学的那个 报价积息利率和有效年利率 一旦放到债券价值评估里面 很容易和那个票面利率混掉 而有效年利率是不是就是 有效年票面利率 有效年利率是不是有效年 折现率市场利率 它就会混掉 所以这会儿我们给大家一个提示 凡是利率都可以分为三种利率的表现形式 报价利率 计息期利率和有效年利率 那你想票面利率也是一种利率 它是债券定的票面利率 而市场利率也是一种利率的表现形式 那在市场上我在做投资的时候 它的一个收益率 所以这两种都是利率的表现形式 那么既然都是利率 那么它都存在报价利率 计息期利率和有效年利率的区分 那如果针对债券本身而言 那债券的票面利率也可以有三种划分了 报价的票面利率 计息期的票面利率 有效年票面利率 而如果对于折现率 这个市场利率来讲的话呢 它也存在三种 你可以把它称为报价的市场利率 计息期的市场利率 有效年市场利率 也可以称为什么报价折现率 计息期的折现率 和有效年折现率 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前面讲第二张 报价利率 计息期利率 有效年利率 就是不讲这个问题呢 你想一想 我们在讲第二张这个货币时间价值换算的时候 讲到的这三种利率 我们前面讲货币时间价值换算的时候 都是这样告诉你 你每一年 你比如借银行存款 你到银行里面借款 每一年付的利息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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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期还一个一百万的本金 告诉你利率是百分之多少 告诉你利率是百分之八也好 百分之几也好 给定的这个利率 就是我们在进行货币时间价值换算的时候 那个折现率 我们在给定你各个点位的现金流量的时候 直接是给定你的现金流量 那为什么在当初学的时候没有这个困惑 一旦学到债券价值评估这块呢 就会存在这个困惑呢 关于这几种利率之间的这种名称啊 或者说有效年利率 到底指的是票面利率呢 还是指的什么东西 是因为啊 我们现在讲到债券价值的时候啊 债券的未来现金流量 它可以根据债券的面值和票面利率来计算 所以就这个现金流量 没有必要直接给你了 给了你面值 给了你票面利率 你就能求出上面的现金流量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在债券价值评估里面 你会发现有两个利率都出来了 一个是债券的票面利率 一个是我在针对债券价值金折现的时候 这个折现率 这是两种不同的利率的表现形式 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利率的说法 每一种利率都有三种区分 都有三种区分 而这个要搞清楚 所以不能笼统的说有效年利率 是有效年票面利率呢 还是有效年市场利率 或者说有效年折现率 你得看你说这个有效年利率的前提 针对的是什么 你要针对的债券 那有效年利率指的就是有效年票面利率 你如果针对的市场利率 那有效年利率指的就是有效年市场利率 有效年折现率 所以每种不同表现形式的利率 都有三种划分 这个要清楚 那接下来第二个关于债券价值估值当中的平息债券 所谓的平息 意思并不是面值发行的债券 这个大家注意 所谓的平息不是平价 平息指的是利息平均支付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到的分期付息债券 那这叫平息债券 那我们来看 如果是每年复息一次 这是最标准的典型的债券 每年复息一次到期还本 那我们在进行债券价值估值的时候 票面利率和折现率均为 每年复利一次的有效年利率 那折现期当然是从你的评估时点 一直到到期前的年数 那实际上这句话呢 按道理来讲 如果是每年复息一次 你的票面利率也好 折现率也好 你有效年利率也行 你这个报价利率也行 继续期利率也行 为什么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 如果是每年复息一次 如果是每年复息一次 那你的报价利率 继续期利率和什么 有效年利率 它是一样的 它是一样的 当然公使很简单 你债券现在的价值 就等于未来代表每年的利息 乘一个年级限制系数 再加上到期的面值 乘一个什么 复利限制系数 那这个很容易 这是最容易的一种债券固执 来我们看一道单项权的底 假定市场谋债券 19年1月1号发行 期限是5年 债券的面值 以签票面利率8% 每年1月1号支付上年度的利息 假定年报价折限率10% 则预计2020年末 该债券的价值 做这种题目 一定要搞清楚 评估的时点 是在哪个时点 好 来我们看一下 0 1 2 3 4 5 这是19年1月1号 20年1月1号 20年12月31号 评估的时点 是在这个时点 那债券的价值 是你在评估10点 往后看 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未来现金流量 债券 你要拿到的利息 就是你的未来现金流量 删照债券的面值和票面利率相同 得到 80 80 80 外加 这块还有个面值返还 1000 但是这道题有个细节 细节在哪里 每年1月1号 支付上年度的利息 所以大家看 当你站在评估时点 20年12月31号 这个点来看的话 在下一天 你会收到上一年 80的一个利息 那现在的问题是 你觉得题目让你来评估的 2020年末该债券的价值当中 包含不包含这个80的利息 就是第二天 能够拿到80的利息 应该包含 应该包含进来 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强调的 你评估债券的价值 一定要关注 你到底评估债券价值 是含当期利息的 还是不含当期利息的 因为你现在还没有过夫息期 你如果这80已经拿走了 那你未来现金流量 就只有808080 再加这个一百 但是你现在还没有过夫息期 你现在的这个80呢 还没有拿到 它仍然构成你未来现金流量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时点的价值 包含这个80 得把它加上来 当然这个80 由于期限非常短 你没有必要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所以直接把这80的限制 就是80 拿进来 再加上后边还有三个80 我们可以当做年金 三期的一个10% 折线率是 什么 10% 你报价折线率 因为是一年一复息 也就是有效年折线率 也就是一个年 做一个继续期的继续折线率 都可以 那10%的几期三 再加上1000 乘以一个负力限值细数 10%的三期 要得到这个点 那这就是最终计算出来的结果 你看一下最终答案 应该是多少 最终算出来是1030.25 应该选择c两 刚才讲到的是一年复息一次 下边我们看一下 一年复息多次 那一旦是一年复息多次的话呢 就要用到我们再讲第二章 有效年利率 报价率 继续期率 区分的时候啊 你折线的那个原理 我们曾经给大家说过 如果是一年多次复利继续 我们在进行货币时间价值 换算的时候 那个折线率有两种选择 你要么选择继续期的折线率 你要么选择有效年折线率 都可以 也给大家讲过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简单的数学推导 但是你绝对不能使用 报价折线率进行折线 这时候肯定是错的 那折算的时候 还记得我们讲到的那种关系 你选择的折线率 是G7期折线率呢 还是有效年折线率 会决定你把每一个既定点位的 现金流量折线的时候 对应的那个折线的期数 你的期数多少 应该和你选择的折线率 要有关系 要对应起来 但是未来现金流浪的点位 是既定的 是定死的 而未来现金流量是你债券 根据票面利率所计算出来的利息 所以分子上的利息的现金流 只能按照G7期的票面利率 而一年分多次利息 每半年负147 那每半年能够给你多少利息 是按照半年期的G7期的票面率来算的 你不能说把半年期的G7期票面利率 换算成有效年票年利率 我一年拿两次利息 相当于一年年 年末拿多少利息 不能这样算 这样算 只有可能是错的 好吧 这个一定要注意 所以未来现金流量 一定是按照G7期票面利率算 但折现率可有两种选择 折现率可有两种选择 好吧 来我们下边看 如果我们在折现的时候 选用的是G7期的折现率 当然我们有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没必要 你分子上的现金流 一定是按照G7期的利息来算 你分不上 你这块选的是G7期的折现率 那你对应的这个T次数 就是看你这个现金流量 折到你评估10点 需要有几个G7期 对吧 未来呢 最终的面值再往回 把它折现回去 那折现的这个期数 就是N了 这个N指的是评估日 直到期日的一个年数 像这个公式没必要 非要去看着这个公式去 想它是什么意思 题目一出来就很容易 很容易 好了 那如果使用有效年折现率 这个RD呢 代表的就有效年折现率 那其他都一样 其他都一样 但是你要注意 这个时候的这个期数 就要是看你有几年 这个现金流量 往评估10点去折 相当于是有几年 因为你的有效年折现率 一定是以年尾单位 其他和我们前面都是一样的 来我们看一道立体 有一个债券的面值是1000 票面率是8% 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 五年到期 假设有效年折现率是10.25% 那有效年折现率是10.25%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推出GC7的利率 折现率就是5% 对吧 一加GC7的折现率 扣起来的两次方 减一10.25% 我们X求出来应该是5% 那这个很容易 因为平时用5% 6% 4%用的比较多一些 好了 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如果我采用GC7的折现率 进行折现 以5%进行折现 那么该债券的价值 那你想了 五年期 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 每半年的GC7的票面利率 就是4% 决定了每半年 我应该拿到的利息 就是40块钱 那第一个利息 第一个半年的利息 往回折 因为采用的是 半年期的折现率 GC7 所以第一个往回折 一次方 第二个40往回折 就是两个半年 两次方 一直到最后一个 40往回折 十次方 再加面值往回折 十次方 那么可以写成年金的形式 40乘一个17的 年金限制系数 加上1000乘一个 17的负利限制系数 最终计算出来 922.77 那方法二呢 我们也可以采用 等价的有效年折现率 10.2% 那由于有效年折现率 一定是以年尾单位 所以第一个40 是第一个半年的利息 往回折呢 就需要折0.5次方 0.5个整年了 那第二个40呢 刚好是一个整年 往回折 就折一个一次方 第三个40往回折 1.5次方 依次累退 最后一个40往回折呢 是五次方 就五个整年 再加上最终的面值晚回者 五个整年 五次方 最终求出来 922.77 和刚才的结果 是一样的 好 接下来看第三个 关于纯贴线债券 也称零息债券 那这种债券呢 就是说 债券在持有期间 是不给这个债券 持有人发利息的 到期只会返回你的面值 那你想 对这样的债券 你在进行价值评估的时候 012345 你评估十点 假定是这个点 平时你不会拿到任何现金流 只有在这个地方 你会拿到一个面值 那未来现金流量往回折 F除以1加折现率的 N次方 这个折现率呢 一般指的都是有效 年折现率 年尾单位 因为你现在呢 就这一个点会复习 我们整年整年往回折 那当然一般折出来 像纯贴线债券呢 你的债券的价值 都是低于面值的 都是折价发行的 因为相当于要给投资者呢 中间不复利息的一个补偿 纯贴线债券的估值呢 方法和我们到期一次 还本复习呢 很类似 所谓到期一次还本复习 就是你投资证券以后啊 中间也是不拿利息 但是最终到期返还给你的现金流 既包括面值 也包括你中间若干年 该给你的利息 没给 我放到你 到期的时候一次性给 所以未来的现金流量 包括面值 包括利息 这叫到期一次还本复习 那么我们就需要注意了 你必须要注意题目的要求 针对到期一次还本复习 如果是单利即息 严格上来讲应该是单利负息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买了这个债券 发行债券的这个公司 是不是得确定我 我要给你多少利息啊 在确定给你多少利息 这个现金流的时候 我是按照单利来计算的 也就是每年该给你的利息 都是按照面值乘以 表面利率 都是最原始的面值乘表面利率 这叫单利即息 那这个时候 你就要注意我们前面 给大家讲到过的那个细节 给大家提示过的 你看哦 分子上的现金流 我把它乘进去 F乘1 加上F乘I再乘N 假定我的面值是100块 假定面值100块 票面利率10% 5年期的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债券 那你要注意了 你分子上最终所到期 所能够拿到的利息 应该是全部的发行期间的 债券的利息 F乘以I指的是每一年的利息 乘的这个N指的是 自发行日至到期日的年数 而不是从你的评估基准日 而分母上出一家有效年折现率 这个T次方 这个T指的是 评估十点 至到期日的年数 这个特别要注意这个细节 当然这个实际上也好理解 但是你很容易跳进去 你为了我这个公司发行债券 我这个债券的面值是100块 票面一年利率是10% 然后5年期 然后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你先不要管 反正中间是没有利息的 无论你什么时间买入债券 中间都没有利息 到期 一次拿本金 100 再加利息 每年的利息100x10% 总共是5年 我们要乘以5 为什么这样做呢 假定你现在评估十点是在这个点 评估基准日是在这个点 你未来现金流量 后边每一年该给你的利息 我都没给你 不放到最后一次上收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评估十点如果是这个点的话呢 我就用未来现金流量 这个值除以一家折现率的几次方 你这个点完会折 折5次吗 但如果评估十点是这个点 这个时候大家动脑筋想 假定人来发行这个债券 张三在零点把它购买掉的 然后张三在这个点 把他的手里的债券呢 卖给了李四 李四呢 在这个点需要去评估这个债券的加持 未来现金流量 没有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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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李四将来到期能够拿到的利息 仅仅是后边的四年的利息吗 仅仅是后边几年的利息吗 2345 包括不包括这一年的利息 包括 为什么很简单 人家发行公司方 人家你张三和李四之间的债券的交易 是在二级市场交易的 我无论你将来谁拿这个债券 发行公司呢 一开始把债券是在这个点发行出去的 你最终到期要给的本期 一定是本金连带五年的利息 全部给你现有的债券的持有人 也就意味着 张三一开始花钱买了这个债券以后 到一年末这个点呢 他转让给了李四 但是这一年张三占用他的投资资金 该得的利息应该是属于张三的 但是由于没有到到期日 张三拿不到这部分利息 所以在二级市场上道理上来讲 张三在向李四进行转让的时候 这个转让价格里边应当去考虑 这一年该归属于张三的利息 那李四呢 相当于从张三手里来购买这个债券的时候 相当于把这一年的利息呢 是提前已经支付给张三的 那你最终拿回来的仍然是五年的利息 那对于李四的角度来讲 实际上最终他的报酬 仍然是四年利息的报酬 因为前面在取得这个债券的时候 相当于把前面一年的利息就要付给张三了 但最终拿回来的是人家发行公司 不管你二级市场怎么交易 最终呢 就是一开始筹的债券 最终五年的利息都要给你 这个你要注意了 所以利息分子上是 从发行日开始 只待停的早期日 但是你往折线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评估的十点是在哪里 如果我是站在李四的角度 在这个点进行评估 未来先进流量仍然是他 但是折线期只能折四次 折四七除以一加二的几次方 四次方 那如果评估十点是在这个点呢 除以一加二的三次方 所以这个折线率对应的次数 你就要注意了 而第二种情形 如果是负利息期 或者说负利负息 就是公司呢 在给持有人 利息现金流的时候 它是按照负利来负利息的 那如果是按照负利负利息 仍然是我们刚才的五年期 面值是一百 年利率是5% 那你说了五年末这个点 公司应该一次性的连本息支付给债券的持有人 这个本息的中金额 是不是就是F外加五年利滚利滚出来的利息 所以五年末公司要支付给债券持有人的本息核 不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 五年期的一个负利中值吗 对吧 你把这个F当作面值当作限制 原来一百块乘以一加百分之多少票面利率 百分几 获起来的几次方 五次方 不就是原来的面值经过五年的利滚利滚出来的本息核吗 这就是所谓的负利负息 然后除以一加折现率的T次方 一样的道理 上面的那个七数N代表的是从发行日开始起算 那分母上的这个T代表的是你的评估基准日 你看你占你的评估十点是哪个点 好我们看一道多项选择题 某两年前发行的五年期到期一次还本付期债券 每份面值1000票面利率4% 单利即息 那就是单利付给债券持有人利息 当前的价格是1060 假定必要报酬率是3% 那则下列说法证据的是 该债券目前的价值 A和B里面选一个 那你就图形画出来 012345 这个债券的面值是1000 票面利率是4% 每一年的利息呢 就是一次还本付期 每一年的利息应该是40单利即息 所以五年到期人家发行方 支付给债券的持有人 就应该是本金1000 乘以1加上4% 乘以几乘以5 不要乘以3 整个连本代息是这个数 那就相当于1000的面值 加上每年的利息40 40乘以5 单利付息 但是评估10点是哪个点 两年前发行的五年期 两年前所有的评估10点是这个点 那你未来现地流量是他晚辉折要折到这个点 要用他除以1加折现率3% 扣起来的几次方 3次方 那你去求吧 我们求出来是1098.17 应该是A大 那1098.17 价值大于当前的价格 1060 价值大于价格 该债券值得投资 C的 可以带来净限值 所以正确答案是A和C 得出新换了 ambition 对新换号 对新换号 有簡直有型 制限放ını 一定会使用 täll东西 个人 你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